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功能性也是很强大的 装备的精良 制造的不易 技术的高要求 这些都使得游艇的制造成本很高 因此游艇的使用费用也是高的惊人 一般情况下能够存入游艇出海的人一定是非常有钱的人 近来奥利利的一家制造商别有创意的设计制造出了一款新型的游艇 Chilly Island 它开起来后就像一架飞碟 并且价格很平民 就算是普通人也买得起 土豪看来都表示很羡慕 这款游艇在造型上看起来会非常的迷你 虽然没有那些巨大的活动空间 也没有看上去 就高道上的各种设备从岸上远远的看过来 就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套双人沙发 看起来十分简单 但它的体验舒适感还是比较强的 它的外围还间隔性的包裹着可以自由调节的棕榈叶形的铁板 可以用鱼遮挡太阳 同时有间隙的排布 又不遮挡你观景的视线 可谓是十分的贴心 并且这个小游艇上还安装了可以冷却饮料的冷冻系统 以及可以放音乐的播放系统 让你可以躺在沙发般的游艇上 喝着冷饮听着喜欢的音乐 抬头是蓝天阳光 眺望是湛蓝海面 眼底是重重波浪 这种游艇采用的是电力驱动 不使用燃料 比较环保 一次充电完成后 可以使用的时长长达六小时 操作也简化了很多 只需要一根操纵杆就可以完全的操控它了 对于驾驶者的驾驶技术要求不高 非专业人士也可以使用 这样一款简单操作 体验感又非常好的游艇虽然在刺激上比物上大型的游艇 但也能满足大部分游客的游玩体验了 它最重要的优势还是体现在它的价格上 因为操作简化体积缩小 所需设备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它的制造成本相比一大型游艇来说就低了许多 因此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仅仅于一辆普通的小汽车价格接近 大约在7万元左右 你觉得这个游艇的价格合适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